什么什么时候了 什么时候知道 我是人类的 等等 你在说什么 红色的光芒 忙碌着整个客厅 就是这家 就是他 我早感觉他们家不对劲了 机器的电子声音中 混杂着一种一生熟悉的煎煎好 银白装扮的蒙面军人 什么军人 拥有着一个矮胖中年男人 闯入我的家中 嗯 什么啊 AI什么 不许动 放弃抵抗 否则 什么行动 走啦 我的邻 我的邻居带着 AI人类 闯进我的家中 我是这间屋的屋主 怎么了 我们收到举报 怀疑这间屋内藏着非法机器人 根据高智能机器人管理法 特别强制条约第23条 现将对这间屋进行强制搜搜查 咋啊 灵头的军人将枪口对着了我 举办见反感接受搜查 哎 我刚刚通过的 你就这样子的 我们在庆祝着呢 我看不清那张隐藏在背后的脸 但我却能看清他脖子上黑色的环 那是最高等级的代表着 可以杀上人类的军用机器人 专用电子项圈 可这里并没有要你要找的非法机器人 先生 这里只有我和他两个啊 胡说 那不就是非法机器人啊 又是你 我靠 你这个人搞事啊 激动的邻居像是一头发机的好猪一样指着雨 如果不是一只手被人紧紧扣着的话 恐怕早扑上来了 为什么 雨又怎么了 雨的脸没有表情 双脚却在不停的串头着 我牵住的雨的手 这是我的 妹妹啊 我靠这样子啊 妹妹嘛 妹妹的话应该不会有那个圈啊 不然的话就是什么 什么什么女仆play吧 你来这样子别人会这么想啊 他和我一样是人类啊 这个怎么说 雨脸上的表情比 面前这头猪还要难以置信啊 你哪来的妹妹明明就是个机器人 快把他抓走 他只是喜欢玩角色扮演而已 法律没有规定人类禁止打扮成机器人的模样吧 你看就像这样 我轻轻解下了雨脖子上的绿色项圈 啊可以摘下来的嘛 眼前的他回到了那天晚上抱抱住我的模样 果然 还是这样你更可爱啊 我避开了雨的目光 保持着微笑 要看向对着枪的 哎呀什么鼠颈 不幸的话你问控制住你的那位先生 我们两个人是不是都是人类呢 是的 荧幕上没有多余的信号反应啊 侦测到电子银上并没有出现代表机器人的红点 而只有拥有黑环的军用机器人才能不被侦测的到啊 显然我和雨并不是机器人 啊我将绿色的电子向啊套在自己的手指上晃动着 看着那群银色杀杀机什么机器 我是高贵的人类 创造出机器人的种族 被人类的法则保护着 并不是他们责罚对象 对准我的枪口放了下来 笼罩住整个客厅的警觉红色也随着消失 抱歉打扰你了 误会误会啊 这个是误会 没事 能帮到国家工作室我的荣幸啊 你是一个信用优秀的公民 我们再次对你深表歉意啊 对你和你的妹妹受到了什么 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理 是什么 是 辛苦你了 哪里 撤退 揮手的军人发话了 你们 你们一起是不是坏了 我明明看见 你这个人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你这个人你你之后会不得好死跟你讲 哈哈哈哈 没有给他继续有好叫的机会 直接转身压要出了房间 门关上了 重归安静 明明是我们在庆祝你们突然跑进来 一切一切就像是从未发生过一样 好了继续吃饭 我我做回了餐桌前 雨呢 雨 为什么又来了又来了 什么 什么时候知道的 什么什么时候了 什么时候知道 我是人类的 等等 你在说什么 雨 雨的眼睛突然失去了高光 直直的看向我 什么啊 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开始 那为什么 又买下我呢 他不是机器吗 而且你要这样说的话 男主已经知道了原本 我都不知道 卖下一个装成机器人 去骗钱的骗子人类 蛤 什么 雨的眼珠流动着震恨 你是这么看 看自己的吗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走呢 这是他妹妹啊 还什么啊 我现在搞不清楚了 这到底在讲什么 what the hell 信息量太大了吧 这集信息量太大了 明明我给你这么好的机会 把带身份认真的手机和我的钱都拿给你 你为什么不走呢 我 怎么可能放下一个生病的人 自己离开 所以你到底是谁 紧握着双拳放 双开了 难道刚才真的 他与真的是 人类了 不是机器人啊 哇 我被埋了 骗了好几天了 所以你根本不是骗子啊 你只是在我这里当女仆而已啊 和你是还是机器人都没有关系啊 我尽可能温柔的拥抱住了雨 哇 这个我觉得要给差评了啊 这个是雨吗 样子变 变得好 有点惊悚了 如果要是说骗子的话 我才是 我一直装作不知道 刚才还骗他们 你是我妹妹 人是为了自己的愿望 才欺骗他人的 你的愿望不是钱 所以你也没有欺骗我 而我的愿望是将你留在我身边 所以才骗他们 你是我的妹妹 又不是妹妹 那又是他又是谁啊 那你愿意当我的妹妹吗 等一下啦 他到底又不是妹妹 难道只是个陌生人 然后后来又产生好感了吗 哇 雨哭了 痘大的眼珠顺着脸颊低落下来 我 我不是机器人 你不是机器人 我不是 不是 你是雨啊 我用力抱住了他 我用力抱住了他 创意集团也好 家庭纠纷也好 人与机器人的矛盾 格外也好 这些都不重要 我不想去探索没有意义的理由 我只想抱住眼前的他 你是我的 雨 还有男人位啊 我给你个赞 我尽量让自己 舌舌的声音变得沉稳些 小小的身体趁走着船来的体温 我不管你是能力还是机器人 我 我只知道你是雨 是在这个世界上 为数不多会关心我的人 没有地方去的话 就先留在我身边吧 我绝对不会抛下 抛弃你 不 这样说可能有些自大了 拜托你 留在我身边 即使你不是女仆机器人 我也希望能和你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的时间 让我学到了很多 也很开心 我弯下了腰 哇 我讲真的 这我觉得很佩服他们 因为他们的CG图 做的真的很多 在这里 比起我之前玩的一些 龙雪啊 还有 那个孟默啊 其实没有CG图 没有这么多的 这个双兽 应该是我目前 见过最多的咯 真的 所以啊 哇 这有男主的脸啊 不要走 我是在哭啊 换成我反而 铺在雨 雨的怀里 紧紧 紧紧抱住他 不要让他走 洋葱味好多啊 这几亿 虽然现在在外人 看起来很丢人 但是已经不是什么 要脸的时候了 许久我听见了 如与和后的 风铃般的憔悴 什么声 笑声 果然 主人还是离不开我呢 但是我现在知道 他不是机器人 那怎么办啊 不走了 也没说要走啊 雨 咧咧我的脸 看下着回归正常了 但是我却不想放手 我怕他要离开我 恋爱会让人的内在变得 变成变态 变态到可以模糊 模糊机器人和人类的界限 去追求一个简单的拥抱 人类和机器人的区别 我依然不清楚 但我知道 爱是没有区别的 人类可以爱上机器人 机器人也可以爱上人类 或许明天早上起来 外面反对机器人的游行 又会继续开始 新闻依然不停的 播报着杂乱无章的信息 只是今晚 我想禁止你抱住身为人类的他 用我这身因为他的温暖 而变成人的冰冷躯壳 几此而已 咚 突然响起手机铃声打消了我的念头 这个时候是编辑打来的 我去接个电话 恋恋不舍的离开了雨的拥抱 喂 编辑吗 对面沉默了半天没有说话 稿子你看了吧 嗯 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编辑已经很无眼了 你想看的是人类 而不是机器人吧 他已经知道了吗 对面挂了挂掉电话 为什么你打电话又挂了是什么鬼 还是和以往的一样不善表达的人 顺着窗帘的戏风向下望去 这脚看见已经看不清模样的银具 被两个人下麻袋 在车门一关 红色的前灯打开缓缓升空 在夜空划过两道漂亮的红色弧线 消无声息的消失在了楼宇之间 你吓死人了 你这个 你吓死人了 怕是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 能不能不要吓死人了 我都吓了道理掉 你这个 这个世界果然很奇怪 看机器人才看漫画 却想在机器人角色中 找理想中的人类型的机器读者 明明是人类却想变成机器人少女 以及明明是机器人 却因为以人类的身份 才一直忘记自己是机器人的我 两个人根本就是调换的身份 我的天呐 原故事讲的是这样 这是一个属于机器人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属于人类的时代 这个城市里还有有像我这样 博士上没有项圈 也无法侦测过的什么危险非法机器人 同样也是耐用权威的AI机器 住在大楼顶层的资本家们 开着 沉睡的肥胖巨兽 身上闪着肥电什么灯火 也漏眼不可见的数据 留在了空中高速的传播者 被感染的天空中依然闪烁的 一个微小的狐心 像一颗小小的宝石 所以里程是机器人 然后雨是人类 哇 如果能摘下来给雨做条项链的话 一定很好看吧 一定很好看 嗯 为什么片尾会是这样子啊 等一下 为什么 他好他的气氛片尾好恐怖哦 啊 这样结束吗 OK 我们终于 终于 实况完这款游戏了 后面还有没有啊 我看一下 他算是一个 有点恐怖的恐怖恋爱游戏 他背后其实还讲着一个 还蛮恐怖的 他背后其实还讲着一个 还蛮恐怖的 这个BGM很不搭 这片尾的BGM很不搭 这片尾的BGM很不搭 感谢大家的玩家了 好了小伙伴们 那我们的记忆的系列 终于告了一段落了 那我之后去探索一下 之后还有没有另外一个结局 因为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还没有另一个结局 他都骗我有点可怕 讲真的 再加上他们的快要完结的 那一部分 总觉得隐藏的什么秘密一样 所以我真的觉得前面真的是 一个非常欢乐 到后面就越来越沉重了 我其实真的是一想不到 男主居然是机器人 然后女仆就是宇 他居然是人类 两个人居然是调换的 所以他们两个都其实很想 当个机器人 不是啦 就是宇特别想当个机器人 然后男主就特别想当个人类 但是他在画画的时候 根本就找不到那种灵感了 所以其实这个固材到后面 还是复杂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复杂到小伙伴们 但是我觉得看了有点 又有点洋葱了 又有点那种恐怖了 我其实我整个洋葱是有调了 但是在后面 就真的有恐怖到一下 尤其是那张男主在窗里的戏风 看的那眼神是怎么回事 你真的是在设计玩恐怖游戏 真的是吓死人了 啊 祝你到了我们的评测时间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玩恋爱文字冒险的游戏 到了结尾都会给个评分嘛 总结来说的话 那我个人觉得这款记忆的故事是很不错 真的是很不错 对我来说 然后他的故事 其实还真的是别人说的 蛮短一些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种 又短不短 又长又长不长的 他其实对我来说是蛮中等的 像是我之前玩的那个 谈花那个系列大家也知道了 反而是他的故事 让我觉得还蛮长的了 虽然是觉得他在中间 其实还蛮多重复的 但是这个是完全没重复的 所以说谈花其实是一个重复 然后又有一点 给我感觉好像是故事还真的很长 那样子 但记忆呢 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又短不短又长不长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不错的一个记忆的系列的故事 我们讲讲缺点吧 缺点其实也没有多大了 我讲这好像真的找不到缺点 他缺点有什么 我真的没有 真想不到有啥缺点 没有 我真的其实讲真的 记忆这款游戏 目前是我完全找不到一个缺点了 然后记忆又有另外一个惊喜 那就是我其实一想不到就是 鱼呢 他是人类 男主是机器人 这个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真的 对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的背景的 雨的声音真的是太尼亚的大声了吧 他河河里面的游戏的 人声就稍微的小 然后 雨的声音是特别的大声 虽然我又调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跟他 他们的声音平衡一下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 他们的环境的雨的声音很大声了 那我们已经总结了 我们刚才说的缺点和优点 那我们现在就来评分 我觉得他可以给8.5分 我给他8.5分 我觉得还算是一款不错的恋爱文字冒险游戏 然后题材又是一个机械的时代 我觉得还是蛮新鲜的 因为之后 什么赛博庞克2077 马上也要出来了 感觉他是就是撑着一波 然后搞一点感觉这种机械的世界 他们好像就是致敬了这一个 所以他们才把这个故事背景做出来 那好了 那我们的记忆系列就到这 如果小伙伴喜欢我的影片 以及系列的话 就无不把订阅点赞 以及分享出去 那以后还会做一些更多的恋爱文字冒险游戏 好 那我是黑天 那我们在下一部系列再见 拜拜 见证